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于农产品多元化 高品质跟非基改的健康诉求 最近这几年农粮署推动了大粮仓计划 辅导农民以修根农地跟水稻田转做杂粮 并且鼓励研发创新杂粮加工品 为了展现台湾优质杂粮加工品 2018年12月8号下午 农粮署特别跟中华民国农会选在中兴大学 举办国产杂粮行销推广 这一场与粮同行野餐去的活动 一开始就邀请中兴大学热舞社 以竞歌热舞来炒热气氛 青春活力 这个就是吃了我们产地 这个国产杂粮才能够有的 power跟energy加油 我们农粮署为了要推广大粮仓的计划 然后希望我们的消费大众朋友 都能够来多多认识我们最优质 最新鲜最安全的国产杂粮 所以来办这个与粮同行野餐去的一个活动 那藉由轻松愉快的一个野餐方式 然后让这个大朋友小朋友可以合家携手来 体会体验我们这个优质的国产杂粮 农粮署表示 与粮同行野餐去活动一推出 150组的名额马上报名而满 除了野餐活动之外 农粮署还安排丰富有趣的节目 另外现场还有烤地瓜 香农豆奶 花生跟爆米香等十多个谈味 让民众可以一边野餐 一边品尝国产杂粮的营养跟美味 度过一个轻松悠闲又快乐的周末假期 这个活动真的很好 老少咸鱼 很好啊 怎么好 就是可以接触大自然 而且这里有很多那个农产品 好啊 怎么好啊 因为就是都可以就是 就地方都空旷 然后就是可以做一些休闲娱乐 为了推广民众对于国产杂粮的认识跟了解 提升台湾在地农产品的销售量 降低对于进口杂粮的依赖 提高农民的收入 农粮署也会持续举办类似的活动 希望支持在地农业 发挥政府部门的力量 全力行销推广 优质 卫生 又营养的多元化杂粮产品 记者程文旭 萧友金台中报导 我感觉我明天啊